科威特23号遣遭超强的沙尘暴来袭 漫天的沙尘笼罩了城市 很多的店铺大门紧闭暂停营业 科威特国际机场更因为沙尘暴的关系 这个月二度取消了所有的起降航班 而这波沙尘暴还蔓延到了伊拉克部分地区 导致部分的工厂宣布停工 而且影响将持续到25号 强风卷起漫天沙尘 一眨眼天空变成一片橘黄 景象惊人 公路上滚滚沙尘 莆田改迪而来 仿如巨型帷幕 由于能见度低 行车纷纷放慢车速 科威特23号再度惨遭超强沙尘暴来袭 漫天沙尘笼罩城市 冲击当地居民生活 只见大街上店铺大门紧闭 暂停营业 行人也寥寥可数 沙尘暴卷起万张沙墙 也是陆空交通大打街 驾驶减速慢行导致道路堵塞 科威特国际机场更因为沙尘暴 这个月二度取消所有起降航班 据了解这波沙尘还蔓延到了伊拉克部分地区 导致部分工厂宣布停工 而且音像将持续到25号 问宋编译